大家好,我是小秦,欢迎来到国家小事频道,国家的小事自己的大事 欧盟与越南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 官方说,目的是为了东南亚国家提供急需的经济增长的刺激 希望在病毒危机之后,东南亚国家有所作为帮助他们 那实际上为了什么呢,我们心里都知道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条约到底讲了些什么 首先呢,欧盟将在未来的7年之内,逐步取消对越南商品征收85%的关税 也就是说,越南出口的东西关税会越来越少,直到没有 那同时,越南呢,也将取消对欧盟出口产品的49%的关税 并且呢,在未来10年内,逐步淘汰现在的剩余关税 也就是说,双方的关税都会越来越少 此外,越南还将使今年对欧盟的出口额增加20% 到2030年增加到44% 那么越南为了得到这么一个offer呢,它要付出什么呢 首先,越南必须承诺它要进行可持续的发展标准 同时要保护劳工的权利 而且要遵守巴黎协定的规定 因为对气候的变化,环境的保护做出承诺 同意不允许强迫劳动,而废除同工 而且要允许工人享有集体谈判的权利 也就是工会嘛 其实主要呢,就是跟着西方的这一套价值观走 那么越南到底可以从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当中获得什么好处呢 首先,越南每年会增加14.6万个工作岗位 有更多人会脱贫 到2030年,越南的GDP会增长2.4% 越南呢,现在还是主要从事生产的低端制造 那欧盟呢,从事高端制造 那大家匹配起来呢,正好 同时,韩国也把很多的科技公司的生产部门啊 迁往越南 苹果公司也把部分的生产线呢,放到了越南 那么就有人会担心,越南到底会不会取代中国呢 我看来啊,目前是不大可能的 因为越南在产业链上非常非常的依赖中国 中国是它最大的出口和国际贸易的国家 而且越南本身市场规模不大 其实人口就这么一点 所以人口少,它这个制造业也做不大 今天看到另外一个新闻,也是让我吓一跳 说德国的新纳粹分子在俄罗斯进行军事训练 那这是要搞什么事情吗 但是呢,你拿它也没有办法 因为在俄罗斯参加准军事训练呢,是合法的 那这种培训机构呢,基本上是俄罗斯的海陆空三军的志愿则组织 其实还是有点军方背景的 那么这群德国人在俄罗斯那里学习武器的使用和军事地形的课程 我觉得也真是够了 一方面,全世界都在为那个无辜的黑人到处抗议 到处游行,打砸抢,暴力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群人正在准备军事训练 准备对抗他们 对此呢,德国政府它其实挺沉默的 它也不肯说什么,只是说我们会密切关注 接着上文,戈德堡昨天也是为了这个黑人的事情呢,游行 一开始呢,说是和平游行 那警方的态度呢,说作为警察要克制,不要升级 但是到后来,游行的区分呢,就越来越强烈了 情绪上来了,变成了打砸抢 很多的店都被敲碎了玻璃 他们还袭警,砸警车,打警察 最后呢,逮了五六个人 以前我们报道过,瑞典的一个政客 他买穿,被报道之后呢 那个政客呢,也不狡辩 直接就认错,接受处罚 他为此呢,要罚四万一千克朗 也就是四千一百欧元 同时,因为名声不好 他也会失去工作 但是因为他失业之后呢,他是有权申请失业金的 失业金呢,他最多可以拿 十八个月 金额呢,是每个月之前薪水的 百分之八十五 由于瑞典政客的薪水呢,非常的高 他最多可以获得一百三十万瑞典克朗 也就是十三万欧 我们来算一算 一百三十万克朗除以十八个月 也就是每个月七点二万 这还是百分之八十五的工资 那么他之前全部的工资 七点二万再去除以百分之八十五 也就是每个月八点五万克朗 八千五百欧 那虽然失业金他获得的比较高 但是我相信这个人的职业生涯呢 基本上也是毁了 一个外国人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旅行 这么是一对小夫妻 然后呢,被犯罪团伙盯上了 看上了他手上的手表 五个摩洛哥男子就围殴他一个 抢手表 那这个外国人的女朋友在旁边也很无助 只能尖叫 路人呢,就是拍照 没有人愿意站出来 所以大家以后出门旅行啊 千万不要炫富 我是小琴 尽量每天为大家讲解几条欧洲的新闻 那些上不了头条 却关乎我们幸福生活的国家小事 如果你喜欢,请点击订阅 并点击旁边的小铃铛 如果你有想法或者意见,请留言 另外,由于本人水平有限 也许在翻译的过程中 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 希望大家指教 谢谢,我们下期再见